李宗盛雄議員 然後裝置或者教他靜音的模式 事不宜遲我們有請楊先生 喂 我今天想送叉燒飯打法你們走 因為你聽到我的聲音和以往是不同的 是吧 不要緊 我用另一個聲音和大家見面 我已經喝了盒仔茶 很難得今天不下雨 仍然有這麼多朋友走來 所以即使喝完盒仔茶都要說話 是吧 以往其實每次都有很多高人學者 走來聽我說的故事 今天也有高人在這裡 但那些高人學者和其他嘉賓朋友 就對我很仁慈 就沒有留難我 是吧 所以就任由我講 說完我講錯了 靜靜地告訴我 你們不知道的 讚我也有客氣說話 今天講牌匾 為什麼我講牌匾呢 因為牌匾和書法有關係 上一堂我講印章 印章很小 牌匾很大 牌匾和印章很大 其實牌匾和印章都是一樣 是吧 是吧 只不過那些壞鬼書生 整個牌匾這麼大 就代不了鑊匾 只可以再做一個印章 印章有什麼東西呢 牌匾都有 所以我一開場白講這個觀念 其實告訴各位 牌匾、印章、書、法、線條 全部都是一樣東西 那些材料不同 當然那個作者也不同 是吧 因為我想將這個 民間的藝術也好 文人藝術也好 帶出來 跟我們中國人的文化 當然息息相關 那何謂匾 我們現在通常 就加一個框下去 這個框告訴我 是有一個框的 所謂有一個框 通常都是用木造 其實牌匾不一定是木造的 大部分是木造 那原本這個貶字 就是和這個字有關係的 柱 那什麼叫柱呢 大家都知道 食環柱就是這個柱 是吧 公柱就是這個柱 那柱呢 其實呢 就是和門口有關係的 就是你進到一個建築物 你不是爬進去的 就是經過門口的 所以柱呢 其實是門口的 就是它的名號 那個名號 那這件事呢 亦都是和我們中國的文化 的特色來的 那我們中國人認為呢 什麼東西都好 最好給它一個名號 那這個名號呢 如果我聞一下一點來講 就是一件物件給它一個名號 最重要就是建築物 如果一件建築物 是沒有名號的話 全建 是吧 拆掉它就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看到我們中國人呢 即使很小的建築物 是一個亭 涼亭 都給它一個名號 塔也給它一個名號 一間小屋也給它一個名號 一間小屋也給它一個名號 樹齋也好 什麼都給它一個名號 那這個地方呢 那這個地方呢 就不輕香 那 因此呢 就是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那 怎麼給它一個名號 怎麼告訴別人 聽到它的名號 那當然在門口上面 呢 加個名號 是吧 那這個名號 就是我們所說的 是一個牌來的 為什麼是一個牌呢 因為它主要是一塊木板 所以是一個木牌 就放了上去 那我們叫扁呢 因為跟柱呢 差不多是相通的意思 那好了 我們又看多一個字 我們通常呢 就扁額扁額 是吧 那我們寫大字報就橫額 抗議又橫額 是吧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 接觸這個額 那 原則上呢 扁呢 就是橫額 額呢 就是樹的 那大家都清楚了 所以說橫額呢 其實呢 是用錯了的 什麼叫額呢 門口上面的位置 等於我們一個人頭 那個額頭 就是我們那個 臉孔最高的地方 就是額頭 是吧 那所以我們古人呢 用這個字呢 是有意義在那裡 那所以 橫扁 樹額 那這個是早期的用法 那到今時今日呢 我們當然 不要那麼 筋筋計較了 所以叫做 扁額扁額 那 所以 那個額字呢 亦都是 等於排便的意思 那這個排字呢 就是 在宋代 已經用了 所以 排便排便 到今時今日呢 是共通的 那好了 又多個字 放榜 放榜大家知道 什麼是一回事 就是成績表公佈了 古代來講 放榜 講講考科具 放榜 那個榜呢 就是等於一個大的通告 那大的通告呢 就寫了一些名字 那叫做榜 是吧 那因此呢 這個榜呢 通常來講呢 就當然 體積是大的 面積是大的 是吧 排便呢 那個字呢 又是大的 印章是小的 因為印章是方寸之地 排便呢 一定要大 如果不大 怎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近視都看不到 是吧 如果在門口上面呢 弄個很小的牌呢 意義不大 你玩藝術一回事 但是實用方面來講呢 就是 就是 排便呢 榜呢 金榜題名的榜呢 那個字體一定大 所以 在 排便上面的 文字呢 可以叫做榜書 排便上面呢 那這個呢 所寫的文字呢 亦都可以叫儲書 那這個呢 就是 古人的 用法 那 榜書也好 儲書也好 排便上面的文字呢 原則上是 大個字 那好了 這件事呢 和印章不同了 印章呢 是微型字 啊 排便呢 是大個字 如果你寫一篇文章 寫一篇藝術品的書法 寫在畫上面的書法 哪有這麼大個字呢 那所以古人認為呢 寫榜書 處書 寫排便呢 那個書法呢 不簡單 就是要寫大字報 那現在你說寫大字報呢 容易嗎 或者大毛筆 啊 找一筒筆 不簡單 在古人來說 寫大字呢 不容易 一支細毛筆寫不到大字 是嗎 你反而呢 寫細字容易 我講書法的時候 我講書法的時候 早期我們中國人寫書法 都是很細的字 因為那個筆呢 是幼細 那個筆管呢 是竹的筆管 是很細的字 一個很細的筆管呢 很小的筆管呢 很小的毛呢 也只能夠寫小的字 也只能夠寫小的字 所以寫小字呢 絕沒有問題 以往因為那個文具 是限制了 那到到呢 後來 他們發明了 用一些粗的筆管呢 於是呢 就可以怎樣 加多些毛上去 羊毛啊 什麼狼毛 加上去 加上去的自然呢 就可以寫個字大些 多些筆毛在上面呢 換句話說 就可以怎樣 可以處多些物質 處多些物質 就是說你可以 不單止寫一個大字 還可以怎樣 寫幾個字 於是產生了什麼 草書 走書 是吧 如果你們各位寫草書 走書 你整天要 要找一支細筆去念物呢 寫極都寫不好了 因為走書草書 是要說連筆 是連著的 因此我們去欣賞藝術品 除了欣賞那個作者的風格 我們很多時候 搞文化考古 我們要看過物質文明 什麼物質 就創造了什麼結果出來 你天才也好 你搞不定 所以 只要物質進步了 我們才產生了 多元的藝術風格 因此 綁書、儲書 牌匾上面的大字 不容易寫 我小學的時候 我的小學時候 你以為 我小學時候 走過灣仔 那些轉角的地方 就看到 有一些 藝人 即我們稱為寫大字的 高人 寫什麼? 真是找報紙 寫大字 寫什麼呢? 寫招牌 揚大忌雲吞麵 那你找個木匠 做個揚大忌雲吞麵 那幾個大字 那個做木師傅 不懂寫的 現在你做招牌 有什麼? 有電腦 有射印 什麼都可以 但那個時候 我說是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是沒有這個方法的 只有用人寫出來 所以那些三行的工人 接到那份工作 要做大招牌 他就唯有 給錢去街邊的 俗語所謂寫信佬 那些寫信佬 除了幫我寫信之外 就還是寫大字 於是 我有時候背書包 放學經過的地方 就站在那裡看別人寫大字 有時候圍著很多人在那裡看 那他們很節省 就找一些舊報紙寫的 那如果他寫工錢高 他就找那些什麼? 所謂的雞皮紙 包書那些紙 那寫很大的字 那寫完之後 就原來交給那些工人 就貼上木板那裡 去印它出來 那這一種這樣的 好像很原始方法 其實就是等於我們古代的牌匾做法 古代的牌匾做法更艱難 為什麼? 他除了印上去 還要什麼? 刻它出來 就好像印章那樣 刻它出來 那因此牌匾上面的書法 是兩個人做的 一個就是大書法家楊春堂寫 那寫完之後 我不會刻的 是吧? 就找另一個大的 雕刻家叫做有聲師傅 那麼刻嗎? 那刻上去 那個所謂有聲師傅沒有名字 因為他不及楊春堂這麼大的名字 有聲只有兩個字 楊春堂有三個字 是吧? 於是我們經常見那些牌匾 當然是名人書法 是吧? 但是那個黑工呢 是無名英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中華人工藝那個特色 但這個特色其實呢 就是有它不好的地方 那沒辦法的 因為呢 就是工藝師始終在中國古代社會是沒有地位 他不當他是藝術家 只要文人才是當藝術家 那所以 就是寫大字是很困難的 那 我們將 這一種這樣的 那這個牌匾的藝術呢 如果用這個角度去理解它 那就是說呢 我們看一個牌匾 當然現代來講的牌匾比較少 那如果有機會呢 看一些舊的牌匾 其實舊的牌匾最新是去到文國左右 現在這幾十年都很少人做牌匾的了 除非是仿古 仿古是另一回事 如果不是呢 就是我們看到那些牌匾 仍然有中華文國的那個年號在那裡 那些是文國時候比較近的了 那大部分剩下的牌匾呢 最早都是去到 其實明都很少 就是我們很少看到明代的牌匾 大部分 絕大部分是清代的 為什麼呢 這些牌匾是什麼做 木造 那些木很難保存下來 那因此我們去到一些 舊的建築物 舊到可以去到 宋代 元代的建築物 在門口上面擺了牌匾 那我們就去裝一下牌匾有沒有年份 如果它有一個年份刻上去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牌匾什麼時候做 那當然越來越好 那我們一路去尋它的老祖宗 其實呢 早到呢 漢啊 六朝呢 有沒有呢 我們找不到 但是我們認為的牌匾這個文化呢 一早就有了 為什麼呢 我們中國人一定要什麼 明物 所有的建築物都要放個名字在那裡 我們有納碑 我們有納碑 用石頭納碑 都是給它一個名字 我們有所謂的錶 錶就是成績錶的錶 一條石柱 都是給它一個名字 所以就是 柱就是以門 最先在門口上面的招牌 但是呢 這種書法呢 原來是不簡單 但是呢 保存下來呢 就越來越少了 那我們嘗嘗看看 有什麼早期的牌匾呢 這件建築物呢 或者很多朋友去過 去到山西 那我本人呢 就 去了山西五次 那 去五次山西呢 為什麼呢 因為 山西太窮了 現在當然不窮了 全個大陸大陸的地方 都是很富庶 開發得很好 但是山西呢 以往是很窮 窮到呢 沒有錢開發 那沒有錢開發呢 沒有錢開發 包括呢 沒有錢開發的路 沒有路去呢 那那座建築物 當然沒有人去參觀 那就吐了 所以我們中國 最早期的佛子 去到唐代 山西有 山西仍然有兩座佛子 是屬於唐代的 哇 不簡單啊 唐代的 千多年以上 那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山西 去找那個唐代佛子 要坐四驅車去 因為沒有路 要那四驅車走一些 不是路的崎嶇石頭 還要下車 步行一個小時才去到 但是到今時今日 你們不用了 車開到門口 開到門口的話 再過多十年 不見到唐代佛子 為什麼 你過去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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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說的兩座唐代佛子 真的原汁原味 很多古建築 都是重修的 是不是 你說我們中國第一間佛子 叫做白馬子 諾陽白馬子 那些豬仔團都過去 去到那個是闖景 是不是 哪裏漢代的白馬子 不過那個地方 你就勉懷過去 二千年前 沒有二千年的漢代 那個白馬子 一千多 未夠二千 所以不斷不斷重修 這個就是山西的 什麼地方呢 俊治 太原 太原的俊治 很近的日子 去到山西太原 俊治 簡直是在市區附近 這個大殿 就叫做聖母殿 這個聖母當然不是天主教的聖母 這個聖母 就是道教的 所知的 就是 又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天后亮亮 這個聖母殿 是屬於什麼時代的呢 北宋 就是說 這個聖母殿 是北宋時代 北宋時代 好可惜我找不到一張 好一點的照片 這個就是他的牌片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叫聖母殿 叫聖母殿 不是後家的 都很早的 牌片是怎麼樣的呢 就是聖母殿 就是聖母殿 三個字在這裏 寬得奇 就是說它不是環片是什麼 樹硬 那從這一點呢 就是我們讀歷史 就知道的真相 早期的牌片 原則上是什麼 直的 為什麼呢 因為放榜都是打直的 我們現在就打橫寫 是吧 古代是打直寫的 所以金榜提名呢 那個榜都是直寫的 因此呢 早期的儲書 就是門口上面的招牌 是動得奇的 是樹立的 就是這樣了 還有一件事呢 告訴我們 是五塊板組成的 一塊、兩塊、三塊、四塊 中間一塊、大塊 五塊板組成 我說過 宋代來說 它們通常叫做牌 牌片的牌 上面這個位置呢 如果 就是我聰明 我畫到立體的感覺 我不聰明 我畫不到立體 為什麼呢 這四條邊 是斜了出來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知道吧 是吧 不是像畫架一樣 平面來的 就是說 中間這塊板 是凹了下去的 所以上面 它們叫做牌手 下面這個 就叫做牌舌 舌頭的舌 那旁邊呢 叫做牌 一帶一路的帶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中國早期的 牌匾的那個形式 五塊木板 這樣就 用一個人格化了它 頭部、舌部 兩邊的左右飄大 那如果講究一點 就是說 這四個框 不是這樣直不掉的 是 有波浪文的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就是好像 雲這樣的設計 多所謂的雲這樣的設計 因為代表它什麼 高高在上 還有這些墊 即使是皇帝也好 它當自己是天子 於是 是一個天堂 很多地方 就是他們 我們現在說 住在天堂 好像很有禁忌 在古人來說 都不太希望住在天堂 是吧 即是皇宮也是一個天堂 是人間的天上 所以 很多時候 就用一些圖案 裝飾 去讓它象徵了 是一個 跟天有關 這個就是早期的牌匾 那這個聖母殿就很清楚了 那下面呢 你見到 真是有橫扁 即是橫的 這個呢 讀讀奇 那我給你們多個例子 給這個你看 不如 好 都是不好 三心兩意 給我給你 今天頭暈暈 等一下 是否讀讀奇 是否讀讀奇 多少個字 四個字 後面看不到 不用看 前面那些證明了四個字 讀讀奇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又是山西 永樂公 很多豬仔團沒有去這裡的 去過就好 去過就好 永樂公 就是在山西的南部 通常呢 山西旅遊去北部 雲崗 五台山 上那裡 拜佛 山西的南部 主要是道教的聖地 所以永樂公是道教的聖地 永樂公呢 就是後些少 但是都不簡單 是元代 不得了 所以永樂公呢 我們讀藝術 去到永樂公 就看永樂公的壁畫 因為佛寺的道貫 那面牆 就畫了壁畫 在那裡 就是講他的宗教的故事 所以永樂公那幾面牆的壁畫 就寫了滿天的神仙 是元代的 那現在的永樂公呢 和以前的永樂公呢 是不同了為止的 不是說整座建築物是重修的 是 早期 這個所謂早期 是幾十年前 我們中央政府 是把整座建築物 由A地方搬到B地方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整座建築物 整座建築物 為什麽 為什麽 為了保存永樂公的壁畫 這樣可以做到 那 這個招牌 上面那四個字 是 無極之墊 這個墊叫無極之墊 我們從永樂公這些牌片 就看到早期寫招牌的那種特色 怎樣 有個G字 將來一身美術館 應該叫做一身之館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對 那這件事 曾經日本 日本早期是訪我們中國文化的 是嗎 那他們呢 又做過無極電 他們曾經呢 考慮呢 是寫個招牌 寫什麽呢 叫無極電 因為無極之墊 那結果呢 他們最後呢 仍然是沒有這個G字 就是無極電 那因為呢 他做的那個建築物呢 是後期的 所以到今時今日呢 如果我改我們美術館的名字 叫做一身之館 那麽呢 未必有很多人接受 就是以為我在這裏 就是誇眾取寵 其實這個是古文化來的 那我曾經呢 以前我在香港大學 在博物館做 我是一個懷鬼書生 和自己的書齋 就改了個名字叫做 山之伴館 山呢 就是太平山的山 就是伴山這樣的人 那山之下半間館 就是我這樣改 因為呢 我參考了這個G的文化 那 那 所以你說 如果香港成事 香港知成事 香港知成 就是這樣的種法 那所以 從這些文字的編排 我們看到呢 早期的 排便 那種寫法 是打直寫的 如果四個字呢 就是這樣四個字 那有個地方呢 很近的 不需要去到山西那麼遠 那你可以去參考 就是去大埔的池山寺 大埔的池山寺是訪堂的建築 那所以呢 他的門口上面那些牌呢 基本上是棟築的 那當然呢 他是現代去做的 但是呢 他參考了那個古代的特色 那四個字 三個字都是這樣的做法 就是棟築的 那也都有 我剛才所說呢 有排手、排舌、排帶 這幾樣東西 那 那 如果說 那 這個牌匾呢 你遠看 是白色底 那很多時候呢 就是 我講說 跟天有關係的 的牌匾呢 很多時候呢 那個底色是什麼 是藍色 所以你會看到呢 有一些古老的 尤其是跟宗教有關係的地方呢 他牌匾很多時候是 那個底色是藍色的 那看回 這個塔 這個塔呢 如果那個山西呢 差不多必定有的了 就是等於五台山那樣 永樂宮不是很多人去過 但這個塔呢 就是 中國的邪塔 那 在山西應援 也都在山西的北部 那有時候去呢 因為你去五台山 雲崗都經過 叫應援木塔 如果是旅遊來講 全個是木建築 它的時代是寮代 哇 不得寮 寮代 寮代 差不多一千年前 寮代的木塔 怎麼說它傾斜呢 年代實在太遠了 當我第一次去應援木塔的時候呢 那當然呢 靜靜告訴你 我是一個尊貴人士 現在就不尊貴了 為什麼退了下來呢 以前還有些少許權勢 於是就跟高官走進去木塔裏面 就看到木塔裏面呢 是什麼乾坤 那木塔裏面呢 當然呢 就有佛像的 那你來遠看呢 這個塔呢 一二三四五五層 但是裏面呢 如果去數是九層 就是明漢 外表漢是五層 暗裏是多四層 為什麼多四層呢 就是層與層之間已經多了一層 那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理解它呢 就是說裏面的樓底是很高的 為什麼這麼高樓底呢 因為那個佛像很高 那個佛像差不多 層半樓那麼高 不得了 那現在呢 除非你很尊貴 你不能進去 維修好你都不穿櫃 沒得進去 因為那座塔呢 是傾斜了 它原本不斜的 但是呢 這麼多年來它已經斜了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呢 是十幾年前的事 十五年前的事 那和一群專家呢 那我當然不是專家啦 那有些 維修專家跟我解釋 整個塔位傾斜了 那他們一路想很多方案 想移植它 那當然它有危險在那裡 那因此呢 就是其實早期的遊客呢 比較少呢 可以進到這一層樓去看的 地上去看的 那我就可以上到樓上去看 但是到今時今日呢 你可以遠望而已 你明白嗎 遠望 再遲些的遠望也不要望 如果那個塔位傾斜了 倒塌了就沒辦法 但是一定不會被它倒下來 尿待木塔就不得了 是吧 如果倒了木塔 那中國人哪有面子啊 保護那個塔都保護不到 是吧 至少不走進去 是吧 個個都要扶直去 那今天呢 就不是說塔 說什麼呢 說招牌 白色那些全部招牌來的 那我相信呢 各位朋友 遠望也好 都感覺到 這個招牌是打直的 其他招牌是橫的 是吧 打直的招牌呢 是什麼來的 就是塔的名字 就是等於無極之殿 聖母殿 那塔的名字叫什麼呢 叫釋迦塔 所以它是洞築企的 所以 在古代來說 那個 大招牌 就是說那個地方 那個建築物的正式名字 是打直的 其他次要的牌匾呢 就橫了 從這件事分析呢 如果我們真的走到塔那裡 看清楚這些牌匾呢 也都會感覺到 中間這個釋迦塔的牌匾 是靚一點的 是靚一點的 因為做得仔細一點 可能木料都靚一點的 手工靚一點的 其他那些呢 就是次級的 還有也都很可能呢 其他橫的牌匾呢 是後來越來越加上去的 就原本呢 就當然只有一個招牌 就是那個塔的名字 就是釋迦塔 所以 這個觀念呢 就我們一定要 如果學中的歷史呢 就記住了 正式的名字呢 建築物的名字呢 那些門口的名字呢 早期是直寫的 那如果呢 你有幸 在荒生夜裡的那間村屋呢 那你可以呢 就打直寫的招牌了 那就告訴別人 你不是寫錯字 不是寫錯招牌 這個是什麼 古風 那你的木屋呢 就變成古蹟的了 那就是香港政府收購的 那就是香港政府收購的 沒有說我講的 啊 厲害 威鎮三關 那前面的朋友去看 威鎮三關 這個呢 也都在山西 代縣 時代的代 代縣一個城樓 所以去山西呢 山西呢 山西是地面的歷史 來的 陝西呢 是地下的歷史 因為陝西省呢 就很多唐代的古墓 為止 所以那些屬於地下的歷史 那一路挖挖挖 你找到很多 啊 甚至知道哪個 唐朝皇帝 葬在哪裏 但是山西呢 我真的剛才說的太窮 啊 所以很多呢 古墟呢 去不了 又發展不了 沒有拆到它 那裏 保存了下去 啊 那你說 你可以感覺到 這個牌匾 多大啊 你都很遠都看到 威鎮三關 啊 那當然 它的顏色已經脫落 威鎮三關 那四個字呢 後來呢 再填一些色上去 那就是說 也都符合了呢 雖然 這個城樓 不是叫做威鎮三關的名字 但是呢 就已經 又帶到一個訊息了 就是說 牌匾呢 除了名字之外呢 還有什麼 還是 加強 它本身的特色 是什麼 就是等於呢 你方生爺兩間小屋 你不會叫做威鎮三關 是吧 如果你 就是欠缺些的田園小屋啊 是吧 桃花園林之類的 就是自我陶醉一番 那 所以 我們 現在 一路去看 其實牌匾的功能是什麼呢 是 官府門帝 就是說 那些 重點的建築物呢 是要有個牌匾 那 那你認為 你自己住的那間屋 是很重要的 當然也有個牌匾 在那裡 是吧 那 就 大門口 有個大招牌 聖武殿的大招牌 但是 入到屋裡 你有很多廳堂 是吧 書齋也好 廳堂也好 那你又給個名字 那 那 就是說 一個建築物裡面 是可以有很多個名字 是由你改的 那 這些名字 就是 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讓你知道 等於我們現在的美術館 我們說 A展廳 B展廳 我們內部就知道 是吧 那 我們其實地方很小 但是我們要分ABCD 那我內部就知道 找楊某人 他在哪裏 他在C展廳 那 那些同事就懂得去找我 是吧 是吧 我們未知道 好像古人 每一個展廳 都盯一個牌 其實可以盯的 你捐錢給我 你捐錢給我 就什麼什麼展廳 是吧 無套都有的 是吧 不過這個不是我的話事 是吧 我又不是業主 是吧 那你要捐錢 捐多少錢呢 沒有定案 有興趣就告訴我 這個展廳 這個展廳 這個功能呢 跟故人一樣 所以 這個是 最原始的功能 這個功能 是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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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的 是 的 那這些牌匾呢 雖然 給它一個名字 但是 還有一個副作用 我剛才已經說過 就是 作為門口的裝飾品 如果一個門 平平無缺 是一個門 是吧 是吧 如果你在門口上面 加一個牌匾 那就多了個裝飾品 那這樣東西呢 就令到我 經過這個門的時候 或者這個門外面 感覺這個地方 是有趣味的 那 就不是說這個A門 B門 觸陷 這樣的說法 所以 很多時候 就舉個例 去衙門 各個地方都有衙門的 那 那衙門 你當然知道這個是衙門的 為什麼呢 外面有個牌匾 有激管鳴淵 那激管鳴淵 激管鳴淵 那麼 第一道門 這裏有個鼓 這裏看戲的 這裏 大喊門進去 一進去 不是見到大老爺的了 大老爺哪會這麼容易 直衝進去 那通常呢 我們中國人呢 其實 四合院也好 什麼都好 我們現在 因為窩居沒得說 就是說 譬如在一個平面圖的屋 這個大門 去到這個地方 就是中門 所以 你進去的時候 還要經過個中門 但是中門呢 散了門 你現在去到那些道觀 寺廟 根據傳統的建築特色 都有這個叫中門 什麼時候大開中門呢 楊春堂駕到 他做到特首 要打開中門 迎接我 這個大開中門 平時不要開 要貴人來才開 如果是宗教場所寺廟呢 大開中門呢 就是什麼 那個神 神誕的時候 就打開中門 然後中門這個神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畫 那這裡整個氣台 就做神功戲去看 打開正門 打開中門 那個神就看戲 這叫神功戲 所以在一個佛寺的道觀前面呢 如果你看回中國大陸裡面呢 就是一些古蹟 是外面有個氣台 那個氣台是做神功戲的 那個神功戲是那個神誕 但是那個神生日呢 做戲給他看 娛樂給他看 只不過某某人 不執書單張 等他在旁邊看 我們現在呢 很多離島啊 新界都在做神功戲 作用就是這樣 其實呢 其實呢 是旦旗呢 是造戲給神看的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 尊重那個神 去供奉他 那因此呢 中門 如果在衙門裡面來講呢 我們叫二門 就是禮儀的二門 那慢慢呢 都關上門 那呢 怎麼走呢 那你進去呢 就這樣走 這裡有個門 那才走進去 那我們 入廟的時候呢 就是如果那個廟竹呢 是知道這個傳統的風俗習慣呢 它會關上一個鐘門 那你不要手多多打開它 你打開它是不敬的 你不要想著 人流關係 你打開它 這張門阻止我 推開它 那就是你入鄉隨俗 你信不信也好 那你就從這邊進去 從側門進去 那通常呢 這邊是東邊 這邊是西邊 如果說正式的好的風水 當然是左北向南 做不到就沒得說 那這個就是東門 那在 在 在官府 官府就是一個很嚴肅的地方 那它叫二門 那這個門進去 那如果在古代來說呢 就必定走個東小門 東側門進去 那有這個東門 跟著有個西門 那為什麼個人都在這裡走呢 就不在這邊走呢 當然有問題啦 又不在這裡出的 千萬不要在這裡出 原來呢 這個叫人門 這個叫鬼門 是死囚呢 就由這個鬼門出來 所以我們叫鬼門關 我們中國人說的鬼門關 就指這條門了 那大家都知道了 為什麼不走這條門 幾大都要走這條門 出入都要走這條門 東 西門是一個鬼門 是死囚呢 經過鬼門 就出去 行刑的了 所以去鬼門關 就是這個意思 那可以見到 就是我們古代來講 每一隻門 都有它的功能在這裡 那當然 有沒有科學根據 也不要說這個 但是 以我們中國人那種 五行術數來講 東呢 就是生氣勃勃的 太陽出來就是東面 那西面就是樂日 是吧 所以東西呢 其實是有它的吉祥和空 吉空之分 那 小時候看大都知道 東宮娘娘當然是中的 西宮娘娘當然是奸的 是吧 那我未曾見過一部戲 西宮娘娘是中的 那這個是傳統來的 沒得說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如果 你熟悉這個中國門的文化 那你有機會做別墅 你會做的 有中門 有人門 就不要弄一隻鬼門出來 那所以 如果你上面 有一個招牌 那就很清楚了 那這個就是 很接近的了 北京二和園 一個長浪 是吧 那這就是一個招牌 那這個招牌 不是告訴你 它叫長浪 它叫做二和園 是吧 直雲營子 嘩 好有思義 好浪漫 是吧 那這件事呢 就是告訴我們 其實牌匾 是一種什麼 描寫那個地方的風格 未必是一個名字 是吧 那就是說 除了是唐號 門弟的名字之外 官府門弟的名字之外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可以說 是屬於精品牌匾 就是要點出 那個地方 或者那件物件 那種精彩之處 那 比如 他提這四個字 就告訴我們 你進到這裡 你會感受了這個氣氛 即雲營子 感不感受到 你自己去感受 是吧 那當然 就是 你也要 那個牌匾吸引人 怎樣吸引人呢 就是什麼 首先就是他的書法 是吧 那 如果 書法寫出來 是看不明白的 那 俗語所謂浪漫 是看不明白的 是吧 是吧 寫錯字 那當然是扣分 那 又不寫錯字 又看得明白 我楊某人去寫 我幾大寫楷書 你明白的意思嗎 我寫旋書 不是個式題 寫多寫筋 寫筋 寫近地 對嗎 對嗎 但是 字字的封楷筆 是扁的 即是 如果你說 我要古封 打直寫 那邊書 那個牌 又古古怪怪 對吧 所以 所以你看到大部份牌匾上面的书法都是楷書 不是沒有傳書,不是沒有遞書 不是一個很死板的規律 而是因為這一種客觀的因素 還有一件事,他要清楚 他要清楚這些楷書要怎麼寫 不要寫受禁題 你明白嗎?受禁題,即是筆畫很幼細 幼細的話,我戴眼鏡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當然是不要寫受禁題 所以寫受禁題還是近題 你遠看大招牌,所以我小學時看別人寫大招牌 全部都是肥美的字,筆筆很粗 所以現在的人研究,牌匾上面的書法 大部份是顏真卿的書體 唐代 是顏體 顏真卿的書體是什麼呢? 是肥的,是肥的,是圓的 是圓的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這筆說是肥和圓的 是壯的 等於一個人,一個肥的人 和一個瘦的人看法不同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大部份 之前的牌匾,我們說很少 剛才給你看的那些,差不多絕無僅有 我們看到大部份是清,尤其是清中期之後 就是二百年左右 主要都是楷書和顏體 即使他來自大書法家都好 他都要走這條路線 十九世紀 很多清代的書法家 他們學悲學 悲,大部份是 什麼? 遞書 但要他們寫一個招牌 他都是走回顏體 即是這一類 所以呢 因爲有這一個客觀的要求 因此我們見到很多這些招牌匙 全部都是什麼? 公公正正 如果不是你看不明白 還有呢 你要讓人認識大體 你古怪怪的覺得 這個好像藝術家住 尤其是官府衙門 要莊嚴的地方 那一定呢 就要寫大字 清清楚楚 讓人們看到 很嚴肅 你秀禮不要緊 好像這幾個字很小 因為它是二和元 寫得很漂亮 但是它也是一個楷書 所以 有些人去研究到深入的話 譬如四隻字 打橫四隻字 中間兩個字 是比較細一點的 為什麼呢? 如果四隻字平均一樣大小 就是像電腦字一樣呢? 那他們呢 研究到出來 因為那個牌匙是高高在上 我們在下面看上去 那個角度是斜往上去的 如果四隻字是平均大小 會給你一個錯覺 中間兩隻字呢 是不同了 不同了樣的 你明白的意思嗎? 所以呢 他們呢 研究到出來 如果真的寫大招牌匙 現在沒有了 寫大招牌匙 四個字都好 它中間兩字 就比較細一點 這是很深入的研究 也不是一個死板的規律 只不過呢 就是說 我們去欣賞一個牌匾的書法 我們可以這樣看它 那當然有一件事大家要在心裏記住 這些書法是書生寫出來的 但是刻上去呢 是慕名英雄的 刻得好不好呢 又是另一回事 就是讓一些碑那樣刻上去 那你找個差的師傅 你找個大師去寫 齊巴石的字 找楊某人刻 那當然是刻不行了 做不到他的那個真事出來 這個是蘇州庭園裏面 一個門 花園的門 迎風 這個不是木牌 因為這個是室外 這個是磚 磚上面一個扁 不是木牌扁 是磚牌 迎風 甚至 這個叫二元 這個不是啟書 它在一個小型的花園裏面 它也有一個牌匾 這個也是符合了我們中國人的文化 就是幾乎他們認為 值得留戀的地方都會給個名字 這個當然正正式式告訴你 這個地方叫二元 但是這個門口 它不是叫二元 叫凝峰 它是一個趣味 就是這個地方是精品 來到這裡感受到凝峰 這個東西 這個又是山西一個名稱的民居 這個地方就叫丁村 這個地方就叫丁村 保留了名稱的民居的風格 裏面有很多木的雕刻 這是四合院 北方四合院 這個比較近一點 已經是清的了 你看到這些木的窗花 上面有一個牌匾 這個牌匾完質完美 就是清代 給我看看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那些字 應該怎麼讀 應該怎麼讀 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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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讀蓬 花蓬 我們外面有個蓬萊 蓬萊 蓬萊 蓬萊就是一個先祖 所以蓬、島、長春、長春 就是長壽 那就是 當然 這個是主人家的希望 祈託的希望 他說自己 是住在一個蓬萊先祖 行不行 那一回事 他自我陶醉 是吧 如果你跟他有同一個觀念 你都常常探他 一進去蓬萊先祖 沾遠那種仙氣 是吧 這個是很舊的招牌 所以 你見到 那個牌匾除了是一個名詞之外 其實它的作用等於我們今時今日的輝春 是吧 那我們最簡單就是 找張子寫幾個字上去 療以安慰 是吧 那就貼一下 跳到哪裏都可以 是吧 但是古人來說 那個輝春會爛 是張子 那 於是他就要用一個比較 就是耐用的材料 內用的材料 是什麼 最簡單就是 木 所以 古人來說 除了他的建築物的名字 就是做了很多木的廢权 非常多 任他跨了 聽堂的名字 譬如這個 燕獄堂 是蘇州 詩子林 就是一個蘇州的花園 裡面一個堂 一個主堂 叫做燕獄堂 這幾個字就是清活寫的 你看到蘇州是一個文人聖地 這個牌匾 雖然很接近 百多年歷史 但是它的特色是什麼 白色 白底 是吧 好像一張什麼書法 它是木的 它不是 它不是 用一個畫框表上去的 那這個呢 你去到蘇州的花園裡面 即是蘇州如臨 是文人 其實未必是文人 即是你住得蘇州來的 你扮都扮文人 總之那個氣氛 你千萬不要紅綠綠 就要搞到很壓制 因此呢 它不是好像我剛才所說 是一些宗教性 還是藍色底 甚至 你喜歡金碧飛鳳 就金底也可以 是吧 苗金 是燙金 那它們白底 最簡單就是什麼 木的原色 就是啡色 是吧 沒有其他的所謂 微軸的顏色 那它 這個呢 另一個上海 御元 去到上海都很多時候一定去參觀這個 一個大廳 這個廳叫三水堂 這個三水堂呢 就是它的廳名 但上面兩個呢 就是所謂的精品牌匹 一個城市山林 上海是一個城市 就是城市裏面呢 有一個綠樁 那就是點出呢 這個御元呢 它的特色是哪裏 你要來的 我御元是一個城市的山林 是吧 你看到這三個牌匹呢 都不同風格 那這個白底 這個完全一張書法的形式 是吧 那這個呢 就是木的色 但是金字 上面這個呢 很微軸 金的 藍色的 藍色底 燙金字 是吧 甚至這個框呢 都是金的 那 你們遠遠都感覺到 這個牌匹 這裏有很多字 細字 這個牌匹 黑了圖章 上面這個 亦都是雕刻了一些字上去 那就是告訴我們 就是 這些所謂的精品牌匹 或者廳堂牌匹 就是總之不是擺門口 擺門口 就是山海關的 三個字清清楚楚 入到室內 或者甚至當是輝春都好 它簡直是當什麼 當是一件藝術品 黑有印章 印章就是書法家的印章 或者藏家印章 有像我們所說的 黑圖章的邊款 黑圖章原本的款 是春塘致印 旁邊是哪個黑的 原來是大師黑的 幾年多月 黑這個叫邊款 在邊款上面可以提絲 都未定 將那個來龍去買 那個故事寫出來 所以這個牌匹 亦都有很多所謂 牌匹的邊款 印章有邊款 牌匹都有邊款 這些就是邊款 等於你畫一張畫 畫上面有提款 這個圖章 亦都吸圖章 這個圖章是刻上去的 這個圖章是刻上去的 是吧 就是等於印章也刻上去 所以這些圖章是刻上去的 吸了上去 就是刻上去的 就是說 它完完全全是一件 雕刻的書法 有邊款有印章 整個故事可以寫上去 可以有很多文字在這裡 那這種藝術的作風 全世界只有我們中國人有的 就是我們中國人可以玩到 紙上這種書法藝術 亦都可以木上的雕刻藝術 是將一個平面的書法變成立體的 那這個 我忘了一個地方在哪裡 可能也在揚州 越冠 那這個地方叫越冠 就是道冠的冠 那這個意境很深 它說的名字 越冠 不要觀越 在這邊讀過去 我們現在通常這樣讀過去 但是古人是這樣的 中國是這樣的寫過去 所以越冠 你想想 它的邊款多厲害 多少字在這裡 是吧 那同樣 就是等於我說 顏體的書法 清清楚楚 離遠都望見越冠這兩個字 其他的字 你要走過去看 就是你有興趣 就慢慢去欣賞 但是離遠 你最主要欣賞了這個 主體的書法 你看 那 狀元帝 那你知道什麼 這回事 這個虎帝是狀元柱的 那如果我是九優狀元 我當然會釘這個招牌 就是 我是假的 那你送這個招牌給我 我都是藏在書齋裡 告訴你 這件是收藏品 我不是叫狀元 這件事 藏底 今次 就多一件事 大家要欣賞 這個是 清代 以至到民國 衍生一個 牌匾那個 框的裝飾 這個框 這個框 沒有這個 裝飾味道這麼濃的 四方框 即是長方形的框 但是 既然間 這麼濃重 做了一個木牌匾 不要浪費了 俗語所謂要加料 等於我們現在的輝春 以前的輝春 用一張紅紙寫幾個字就可以了 你現在看到那些輝春 印了什麼上去 賣了廣告 真的不要浪費 所以 我一身美術館 引輝春 我幾大印一身美術館 招牌上去 這些是裝飾 但這些裝飾有去作用 古人這個裝飾有去作用 這個裝飾是什麼 吉祥題材 你看到這個很清清楚 就是龍鳳 雕龍雕鳳 他是狀元 是大官 即是做了狀元 將來一定是大官 差點是否遇到外府丞相 所以 我們去欣賞這個牌匾 可以留意 他旁邊的那個民間的雕刻 這個雕刻 好像很簡單 其實 它的簡單的原理是什麼呢 全部都是吉祥題材 變化不大 但是你只能夠欣賞它什麼呢 在一個這樣的空間裡 其實它可以裝作了很豐富的內容 其實它可以裝作了很豐富的內容 其中很豐富的內容就是 我們叫八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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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仙 大家知道哪八个 吕洞宾 蓝彩和 何仙姑 八仙是道教的神仙 很多时候你可以黑了八仙 为什么我们民间那么喜欢八仙呢 一个仙 一个仙人保护 有八个大包围 是吧 如果黑穀观音 只是观音保佑 所以八仙这么流行 就很符合我们民间那种 真是很充心的希望 这个仙人忘记了我 有第二个 八个都忘记了我 没办法 当然是做错事 所以八仙是八个人物 黑了上去 也挺难的 因此古人就是出路纤了 简化了他 八个神仙拿他本身的宝物 就不黑人物 就黑他的宝物上去 那这个就是汉忠尼 他拿一把线 巴椒线 这把线来的 那当然了 这个图案 我们后人将它美化了 去画出来 不一定一样一样的 只不过 汉忠尼 就是那个身形很肥的那个 露出个大肚 那汉忠尼 其实八仙里面 他是第一个人 汉忠尼就是李洞斌的师傅 那如果八仙里面 法力最高的汉忠尼 你不要小看他肥 他真的把 巴椒线 那些巴椒线 用来做什么 潑两潑 我 不会喉咙痛 潑除一切病毒与烦恼 你什么什么灯隔夜 那些蚊都走光 所以我是香港政府高官 我说买了巴椒线 不停潑 潑潑潑潑 所以这个巴椒线 就虚除一切烦恼 没有烦恼 当然好 李铁拐 拿着个胡佬 那个胡佬就是卖药的 装药的 所以我们现在民间 很多时候没有民间 一般传统的家庭 把胡佬放在家里 胡佬是代表药 那个药就是保平安 所以你放个胡佬 胡佬没有想着喝酒 酒也是药酒 所以古人的药瓶是胡佬做的 所以李铁拐的那个 就是碑脚的那个神仙 就拿着个胡佬 胡佬 这些就是那个拐掌 胡佬 胡佬是保平安 这个就是鱼鼓 钓鱼的鱼 鱼鼓 鱼鼓就是张果爐 鱼鼓其实我没见过 看书而已 它有一支竹 一支竹星 那两支金属棒就敲它 敲着个鱼鼓 其实是一件乐器 那敲的鱼鼓呢 就发出一个天赖之音 哇不得了 我唱歌炒乙而已 它敲的鱼鼓很动听 所以呢 它敲出这个鱼鼓的音 就令到 就是没有了烦恼一样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何仙姑的莲花 莲花是纯洁 那你有莲花那种 纯洁 休闲 休闲 就毫无杂质 那又是没有烦恼 南彩王 整个花篮 全部是花 繁花增严 就是表示什么 这是一个花花世界 很热闹 很高兴 呂洞斌 文武存在 握把剑 这把什么剑 斩妖辟邪 那你无妖无邪的时候 自然个人平安 这个曹国寇 曹国寇 曹国寇就是这个拍板 就是两件 一个乐器来的 拍板 就是打拍板 那打这个拍板 在古人认为 这个拍板 就表示 社会声平 就是 一号拍 一号拍 就是说 韩商指吹烧 这个烧就令到你 坐在那里 一路听着的烧声 就不会失眠 睡着了 对吧 睡着了 那你有好的休息 你自然的感冒就好 是吧 因此 这个八仙 这八样宝物 就是黑了在很多时候 黑了在牌匾上面的框 那 除了八仙 还有其他的 例如是什么 你们数 瘦土 盘土 是吧 仙学 这些长寿 龙奉 当然也是吉祥的东西 狮子 是吧 还有什么 花 四季花 梅兰菊竹 是吧 这些全部 都是吉祥的耳头 那 全部都黑了在他的框上 那他要黑 花位 就 没那么微俗 就是 喜欢花 是吧 如果你是八仙 那些 就真的很民间色彩 就是 经常想先人保佑你 那如果是黑上土 啊 穴 那些 通常的牌匾 和竹兽有关 就是你想长寿 就黑那些 就是写过几个字 都不够力量 还要黑上公仔 那些图案上去 那我曾经见过这些牌匾 是很后期的 清末文学的时候 黑了什么 翻鬼佬 好 洋人的洋 好有趣啊 那我见到这些牌匾 是什么呢 通常是什么 广东 因为广东人的牌匾 见得多洋人 上海都已经是好的了 不过就是广东很多 因为广东的目标很厉害 尤其是潮州那些 潮州啊 福建啊 那当然好 但福建呢 见洋人的机会 不及得多人这么多 那为什么呢 我见到这些洋人的样子 戴眼镜 戴眼镜 那真的呢 就是拉着马马车 那这些洋人的装饰 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牌匾的 受礼人 或者送礼人 是做什么 做生意的 你明白吗 就是做洋行的 贸易的 是吧 就是通商的 那也都呢 就是说得长远一点 就是四海通商 盆满盆满 挺好啊 就是 如果你简单单 黑了很多元宝 很粗 是吧 黑了几个洋人 那又可以呢 表示他什么 他是適洋人 適洋鬼子 那他的商业呢 他的生意去到很远的地方 那这个呢 那所以我依赏呢 那他那个牌匾呢 除了他的本身书法呢 还可以看起了他其他的雕工 蛋糕 葵依堂,又是一個廳堂的牌匾 這個舊了,這裡寫著道綱 它本身的顏色已經全掉了 之後你見到這些黑色後加 加完加到黑色都掉了 我們看木刻很多時候 它原本,當然是木頭 木頭很多時候,如果好的木材料就是張木 因為張木就是防蟲 用其他木可能有蟲柱,有白蟻 這個是好的材料 用材木,材木那些多數是框 材木,中國有很多 但是材木本身不是很堅固 不是一個名貴的木材 一般用材木,還有其他材木 但是那些貴重很多 要保護它,就是上一層漆 油漆的漆 這層漆很多時候是紅漆 紅色的漆 就好像女士化妝 打了一層粉底 就保護了皮膚 那那個木雕一樣 就打了一層底漆 這個底漆很多時候是紅色的 然後在底漆面頭 很多時候就上金漆 所以我們去看一層木雕 它的時代 多遠呢?當然 就看雕工各方面 但是 現代的木雕 很多時候就是漏了 上那個紅底漆 這個步驟 是直接在那個木頭上面 落金漆 或者其他顏色的漆 那我們就應該去裝 我們去文物鑑證 就裝 看看它的底漆是什麼 看看它的底漆是什麼 那發現它的底漆 原來就偷了一部 這件東西 就一定不是古代的 是現代房的 那我們現在坊間很多的佛像 和菩薩像 都是金漆的 就將那些金漆 故意讓它剝落 邊為舊的模樣 這樣騙你們嗎? 是吧? 我們做文物鑑證 就很多時候去偷窺它 看它本身有沒有底漆 如果它沒有這個步驟 很大的懷疑 這件是現代的房古 它只不過偽造一件 舊的文物 因為舊的文物 一定是剝落很多顏色的 如果立立領的時候 你都不願意接受它 一件古董來的 你說我翻身了 所以現在很多時候 翻身 是令到我們今時今日的討論 將一件舊的東西翻身 翻身何謂翻身 翻身到它原來的模樣 或者是現在你接受的模樣 是兩樣東西 原來的模樣是怎樣? 你知不知? 你可能不知道 是吧? 所以 你知道當然可以追回它 但即使你知道 你將 等於我說 你將 洛陽的白馬子 翻身了它 就變成了一個現代廠景 你不接受它 雖然我說我不是 那塊木頭 都是一千年前的 但你不相信我 因為我用什麼? 我用現代的漆油 游了上去 是吧? 我找不回以前的材料 去做它出來的 我用現代的材料 放上去的 所以我們現在去所謂 一路討論 文物的保護 修復 我們根據西方的觀念 原則是什麼呢? 是說你用任何的方法都好 都留有一著 就是什麼呢? 是可以還原回 你所見到的面貌 你所見到的 不是那件東西原來面貌 即是今時今日 你看到這件山壽鐵 是怎樣的樣子 就是這樣 那這件山壽鐵 你不想它繼續生壽 你可以用那些化學品去處理它 那你處理了它之後 當然那件東西的樣子是變了 那你接不接受 是另一回事 是吧? 但是為什麼我們留得著呢? 就是說 你翻身了這件東西 或者修復了這件東西 將來你可能的技術進步了 你覺得原來的修復方法是錯的 那你就拿走它 再拆開它 所以 舉例 打爛了一個舊的瓷器 以前呢 民國的時候呢 怎樣修補呢? 用英文所謂 打stable 打馬子 就將幾塊的碎片 好像釘書機 釘上它 釘上它 當然你看到那些鐵馬 是吧? 那到後來呢 就發明了膠水 那發明了膠水呢 那你當然就拆了鐵馬 那你就貼回那個膠水 糟了 然後鐵馬呢 製造了很多洞出來 那你就破壞了民物 是吧? 那所以呢 用鐵馬的方法是錯的 但是當時沒有膠水 你叫我補鑊 俗語所謂補鑊 我怎樣補呢? 我就用馬子去補 是吧? 那如果我們 拿回我剛才所說的 那個修復的原則 你任何方法都可以還原的話 你不會用鐵馬的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你用漿糊也好 你用膠紙貼著它 暫時貼著它也好 你總之可以甩掉它 所以呢 譬如我們一新美術館 是一個古跡 這牆是一百年前的 我可不可以碰它呢? 可以碰它 但我可不可以碰碰它 我只可以把牆 塗在另一種顏色 我喜歡紅色 我塗在紅色 但它原來的面貌 不是紅色 它原來的面貌 是白色 但我覺得白色 不符合我的要求 我塗在紅色 我沒有做錯 我沒有做錯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是很困難 不要說很容易 不是很困難 把紅牆變成白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沒有破壞過文物 因為可以還原它 但是如果我把牆 由一牆 矮牆變成一個高牆 那就改變了 所以你們回家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修復 或者保護文物 你經常記住一樣 你的方法是否可以還原它 如果你的方法將來 十年、二十年後可以還原它 你的方法可以用 如果你發現你的方法 可以還原不到 就像米爾城吹那樣的敗壓 還原不到就變成一顆白米 那就沒有辦法了 你的方法不是理想的方法 所以我們看這些木雕 一樣遇到一個困難 你譬如給一塊這樣的 舊的木坑 你要把它弄好 一定不是這樣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 這個樣子是不好的 是吧 完全的顏色不雲青的 所以 文物修復是一門 值得討論的 做得不好 就變成一個道具 一個闖景 那我們看到 牌匾 我可以做好嗎 謝謝 除了是官府門帝 書齋、聽堂的名字之外 或者是精品的作用之外 還是表揚他本身的操守 折效可封 這個同志,折效可封 是給誰的?給一個折婦 你自己知道什麼叫折婦 是送給一個婦人 她是精折,所以折效可封 是送給她的 送給她的,可以是官府 一個官送給她 也可以是一個德高望重的社會領袖送給她 或者甚至是朋友送給她 是一個家族的前輩送給她 從這一點可以看到 牌匾除了是一個揮春寄予一個希望之外 還是一件包獎的禮物 我們的揮春不是包獎 是自己貼上來 你想身體健康就貼上去 你不會貼一張自己十科狀元 除非你說我攝張十科狀元 我希望我十科狀元 但是折下我封就是一種獎狀 所以等於現在我們給一個紫禁的分享給你 還有沒有其他的功能呢? 急功浩宜 急功浩宜又不是自己 這個紅獻來看看,更精彩 紅獻元年 那寫得很清楚是甚麼年份 急功浩宜 這個牌和這個牌的風格完全兩回事 這個牌是黑色的,黑色底 是嚴肅很多的 這個牌熱鬧很多的 喜慶一點的 是吧? 那你見到 他用黑色的底,嚴肅 但是呢 唐錦 將個字凸出了出來 但是他又不是 俗語所謂,是不是很濃,很微俗的 急功浩宜 那這個呢 就是,除了剛才那個 女人就說貞節 孝子,就說孝義 但是甚麼都不是的時候呢 就是等於社會名流 你甚麼甚麼事團體,做過很多公益事業 那又有個牌匾給他 那將個年份,哪個送 或者是一群人送的,所有的名字都放在這裏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中國的牌匾功能之一 是有這個用途的 那當然,今時今日呢,這件事已經越來越少了 因為我們沒有地方 那你有地方 哪個黑啊? 醫生的一張紙來的 是的,醫生的一張紙來的 等一下我給醫生的牌匾給你看 勤劍持家 江水 那 鄉親送的 那勤劍持家 應該都是送給個女士 是吧 對了 這個媽媽母親 那這些呢 就是,不是送金送銀 送個牌匾 是一個禮物 亦都是表揚他 公益相勤 這個孫筒 又很勤 那這些呢,就是 勤 其實是講讀書人 那就 當然,到了孫筒的時候 已經廢除了科具 因為科具呢 在江水 最後的幾年 好像一九零五年都廢了 所以 在古時候呢 門呢 上面呢 可能呢 有個牌匾 叫做拔宮 因為在唐有科具之後呢 很多的家裡呢 就是 釘一些牌匾 要威 威什麼呢 一直以來呢 你富貴 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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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的人不是威的 你要威呢 就要講做官 你家裡有人讀書厲害 就威了 你很多田大地主都沒有用的 你怎樣都要呢 買個契仔都要 都要考到功名 所以 很多時候的門 就不公啊 或者呢 父子盡事啊 就是舉例 就釘在家裡 很多門上面 變了呢 我剛才一路說 門上面的裝飾 就拿這幾個字 就是 完全是用 考試有關係 就是做官有關係 不公 共 共就講共申 什麼叫共申呢 就是你每個地方 就是考試 由地方官呢 就選取精英 選了精英去哪裡呢 就去京師 去京師呢 就是郭子監 郭子監呢 就是京師的大學 就是皇帝的大學 就是 很威風 全國 很多地方 選當地的精英 保送去郭子監 入那間大學 所以叫拔工 就是選拔 因此你進到門口呢 看到上面寫著拔工呢 就是告訴你 家裡有個兒子 去了京師的了 你不要欺負我 我兒子去了京師 去了郭子監 將來做什麼官呢 你自己想 他一定是貪官 但是這個貪官貪得多少呢 貪得和身呢 你小心 所以你不要欺負我 如果寫著父子監視更威風 爸爸兒子也行 這些呢 就是用那個 牌匾 這個未必是一個木牌 可能是一個磚雕 就是永久黑了上去 就表示了他的功能力 這個牌匾的功能 剛才說過 大夫醫生 醫精四誓 我現在去看病 看到什麼 廟手回春 又說兒科聖手 就用一張紙寫幾張字 如果你有錢 就找書法家有些名字寫上去 那個醫生當然開心 當然是大家都弄出來的 自己找人寫一回事 當然是放在那裡 找個病人送給他 除了他本身的學歷的影印本之外 招牌之外 就有很多這些表揚 這種情況 其實是學我們排片的 我沒有移民去西方 西方我不知道有沒有 用英文寫幾個詞來讚賞醫生 我相信有張卡 但我們中國人不是的 那張卡只是你看而已 說得難聽一點 我是病人也好 我都想你知道我出了錢 我叫人寫了一個書法 雙贏 我又出名 醫生又出名 醫生又開心 我又開心 還有那個牌片 除非醫生醫務所倒閉 不是永恆 有一個牌子 古人更厲害 是木造的 很難難的 是吧 很耐心的 那這個 你便看到 醫精四細 四代都是醫生 厲害 這個是一個舊的牌片 有印章 多少人送給他 這裡二十個人都有 全部送這個牌片的人 即是雜資 那你現在當然寫一張紙 需要雜資 除非你找個大書法家 做個鏡框很便宜 幾百元而已 那所以 所以現在 你不要送一張紙給我 你說一新美術館 文化大角首 舉例 不是啊 你做過木牌片 我就受了 是吧 文化大角首 寫了 你們五十個聽眾的名字 黑黑出來 沒有人做到這件事 不是說你沒有錢 沒有這個技術 想做都難 你找個電腦黑字 除非技術有高明 那你見到 這個是中華民國十四年 很近的 一九二五年 即是直到打仗之前 即是我們中國人這種傳統 完全保留下來 那由於它不是太久 所以能保留下來 那應該更早 但是已經當柴燒 或者毀毀了 那它一樣有個邊框 這個就是 宋美醫生 金丹活命 是吧 那這個又是 中華民國 那這個看不到什麼年了 中華人已經 風化了 金丹活命 那這些就是 通常救命就是醫德 那這就是醫德 那除了醫之外呢 那中國人呢 很重視一件事 就是個老師 所以古人,你治好我的病,我表揚你的醫術 另一方面,我受過你的教導,我要多謝你 這就是一個禮物送給他 這禮物用牌子送過去,是永恆的 是很長久的 教養兼師,看起來很簡單 教,你教我的學問 養,你訓練我的修養 今時今日,你去學校,只是教你學問 一家一等月二,教你怎樣電腦 但是沒有教你的修養 老師沒有告訴你,你不要穿牛仔褲上學 你不要穿球鞋去見宮 這些是修養 但是古人來說,教養是兩樣東西 這兩樣東西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牌匾,就說很多謝這個老師,教養兼師 也都在中華民國,26年,很近 我們看到的牌匾,很多地方很流行 就是入到道觀寺廟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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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講得直率一點 其實好像一個宗教宣傳 一個傳道 這個暗底裏有一個作用 女宗佛商 這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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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類 這個最多 西核禮物 這個文國24年 生日禮物 現在生日禮物很簡單 給你一張birthday card 十元而已 以前很隆重做個牌匾 夾粉送個牌匾 當然 上面那幾個字就是精髓 你可以很壓制或者引經據典也可以 但是這幾個字就會看到 反映到 它本身是表示什麼意思 它是不是一個賀壽 它賀壽那個程度是說什麼呢 這個盆陶家惠 很多時候賀壽應該是雄底 盆陶家惠 他用了一個藍底 他當是黃武娘娘在天上 我看看有沒有其他的例 這個呢 就很典型的賀壽 就說了 帳國奇嬰 紅底 又有哪一款 可能是他的親人送都未定 奇嬰 六十歲就叫奇嬰 所以你不要自己騙自己 六十歲是奇嬰 那當然 那當然 你有優惠 你有優惠 當然要自認奇嬰 那 六十就是一個花甲 那花甲 好像很老 古人是很老的 因為古人的壽命很短 那大將軍霍去平 都二十多歲戰死 大將軍 是吧 他大將軍上沙場 一定是很強壯 身體很大 二十多歲戰死 那現在你說 電視劇 現在流行好行那個 將來做什麼什麼 清代皇后 不夠五十歲就死 那 所以 六十歲一個花甲 一個甲子 已經是長壽 七十就是古來熙 古禧之年 古禧之年 我都快要古禧之年了 所以說到喉嚨痛 沒辦法 八十歲 那個那些 就說到喊嚨痛 一個很高 百多重 一百重 一百二十五是 二十五自然 一百多重 一百多重 一百重 一百多重 一百多重 你見到這個象字,象潮就是八十了 在座有沒有朋友去到這個呢? 那就象了,這個牌是給他的 再老一點呢 對了,寫了,不會寫 怎麼寫?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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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英的奇緻 奇英的奇緻 是的 因為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年紀 那個毛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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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練一下,不是自己到這個年紀 可能突然間走了 毛蝶,八十九十就是毛蝶之年 叫毛蝶 毛蝶 毛蝶呢 如果用普通話說,就是貓蝶 貓蝶 所以你見到一個圖案,或者貓捉蝴蝶 你以為貓捕蝶,很浪漫 其實不是 它是表示長壽 我們中國人說貓,或者工藝品上面 那種貓,旁邊有隻蝴蝶 為什麼貓跟蝶的關係呢? 不就是貓捉蝶 原理不是這樣 就是那個鞋 就是貓蝶 就是牧蝶 這個在古人來說,就不得了 就是牧蝶之年,八十至九十歲 所以,如果你送過牌,就是牧蝶其嬰 那個人呢 會點到八十五以上 就是捉他九十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長壁八二歲 八二歲沒什麼用 如果思想不行,站在這裏說不出話 軟無倫次 所以 所以 我們發現很多這些賀壽的牌匾 都是喜慶的 紅色 紅金為主 那你藍呢 有時候有時候要鬥爭 那你死人燈籠都是藍 那賀壽找個藍色 那你自己要平衡 那你用個紅色底 即是紅色的底色 那你就安全很多 那你用個深色、黑色那些 就 又是要鬥爭的了 那些沉默的色是嚴肅的 那你多謝個老師,你可以沉默一點 是吧 但是紅色就包無藏版 持足長春 那又是賀壽 又是紅色底 是吧 即是他們 即是古人他有文采 我們 我們 用來用去 祝你年年有今日 歲歲有今朝 天天都說這句話 那樣 那講來講去 聽了都好像沒有聽到 那樣 即是沒有神運 那你現在到今時今日 叫我們寫四字真言 炒書得很辛苦 那你想一下 即是我們前人 你真的讀過書有修養 那他可以把那些詞語 運用得很巧妙 那你運用得很巧妙的話 你那個受禮人就很好 那我們看書 看那些坊間小說 尤其是在北京 大城市 我們香港的南方 不流行 茶館 飲茶的地方 那當然我們廣東人 去茶樓飲茶 那但是北方人飲茶 真的飲茶 去茶館 那當然會吃一點點心的東西 那些茶館 朝來 顧客是怎樣的 用牌匾 我們看那些記載 他們寫的小說 入到茶館裏面 這個楊春堂寫的茶館 這個楊春堂老師寫的茶館 這個楊春堂的老師寫的茶館 的招牌 哇 個個都名人 文化街 突然看到一個老順 跟著有許慈青 炮樹爆錯了 被他們踢穿了 是吧 就是春堂茶館 就把許慈青 做出來 那就失禮人了 所以呢 因為茶館很多文人聚集 喝茶嘛 做生意喝酒 我是茶館老闆 你真是叫朱慈青嗎 你不是許慈青 麻煩你送個牌匾給我 這個老順又送個牌匾給我 這個什麼 這個最後一代狀元又給我 於是在茶館就盯滿了這些牌匾了 盯滿了牌匾 所以我是一個顧客 我坐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現在其實很 怎麼說呢 文化不同了 我們只看菜牌 便宜嗎 有沒有優惠 哪張信仰卡有優惠 這個魚刺湯 看太刀了 這樣看一眼 看還展望一輪 但是前人不是前人看什麼 看這個環境 看這個環境 你進去之後 那個環境這麼優雅 所以我不怕賣廣告 我們香港有一間很老式的茶樓 不說名字 進去裡面它標榜了什麼呢? 很多字畫在這裡 很多嶺南派的字畫 那些字畫是當時那些畫家畫的 那個老闆老爺把字畫放在牆壁那裡 那你坐在那裡覺得挺好的 所以你看到一個商業的地方 看到那個主人家的品味 即是如果我們做顧客的質素高的時候 我大膽地用質素高這件事 你進去,嘩!全部都是素描 我把素描全部放在一個茶餐廳裡面 港式茶餐廳裡面 你怎麼看我? 我肯定不是那個奸商 我賺你的錢也給你們看 我雖然找個許智青 我都給你們看一張畫 是嗎? 所以那個牌匾也是一種賣廣告 所以在文革的時候 這種牌匾文化一直延續下去 可以有一個商業的功能在這裡 到現在雖然牌匾已經不流行 但是我們看到有些商場已經開始做這件事 用藝術品去招惑 把整個地方就是商業加藝術融合一起 這是一個進步 我們應該欣賞的 屋邨裡面有雕塑 大廈的大堂裡面有壁畫 你覺得好像很簡單 其實是真的幫到你有生活的情趣 是很重要的 我們以前因為都沒有飯開就沒有住這件事 當我們現在生活穩定了 我們希望留意到我們周圍的環境 所以到今時今日 我們中國人為何有一件事呢 希望能夠趕上去就是 我們送禮過往可以用藝術品送 這些就是藝術品 但是今時今日我們送禮很少用藝術品 幾乎是沒有藝術品 這件事是很可惜的 我不能夠說金譜那些金器不是藝術品 我不夠膽說那些不是藝術品 但是只是限於金器 限於龍鳳鴨那條金鏈 但是跟西人不同 西人可以送一張畫給你 可以送一個花瓶給你 是吧 送一個刺繡給你 我們中國人收到這些東西 以為沒有價值 其實是很有價值的 因為我們沒有了前人這種藝術品味 令到我們中國人的藝術文化退步了 我們為何不鼓勵子女去學藝術 找不到食 事實上找不到食 你做藝術品沒有人買 沒有人買很現實 所以經常鼓勵子女做大角手 做律師 工程師 賺錢 做生意 是吧 最多的送幾張紙女就是大角手 就是這樣說 但是做藝術 生活不能生活 這件事就是西方社會 甚至日本、韓國已經很進步 但是我們中國人暫時還沒有風氣 因此 如果我們能夠把藝術品變成商品 其實是好事 你明白嗎? 藝術品變成商品 就是說藝術品是可以流行做買賣的 就像這件事 你要找人去做這個雕刻 找人寫這些大字 就像我幾十年前在街邊看寫信腦寫大字 他為什麼寫大字他找到食 但是今時今日他寫大字他怎麼找到食 是不可能的 因為有電腦做完 我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我在港大博學館做 我寫一個用英文所說的Banner 那個橫額 寫著什麼中國文物展覽 這幾個大字 真的用數把筆寫出來 就像那些寫信腦一樣 買一塊膠大布 蹲在地上、趴在地上 叫同事說哪些字好一些寫出來 幾年幾月幾日寫出來 到後來發覺 因為整間館都沒有書法家 寫出來看來不去都不像樣 怎樣呢? 聰明了 我以為很聰明 就叫同事 就把ABCD 那二十幾個字母 變成橫燈片 變成橫燈片 然後我們是中英文的 那個橫額 就把那些字母 打到牆上 那牆上 貼在那塊布上 然後我們就屬於蛇印了 這樣的做法 就變成了 我們的橫額進步了 英文很齊整 因為可以用橫燈片打上去 但是中文搞不定 直到最後出現了電腦的東西 才可以用電腦去搞它 如果不是呢 就是用回最原始的方法 用人手去寫 現在的樂隊已經很厲害了 你怎樣玩法就可以了 這個是進步來的 但是 這個始終都是工藝品 但是我們要找回這個 手造的藝術品呢 是不是復古 我們是活化傳統 是把這一類東西 再拿出來 那拿出來 一定要有它的燒爐 人是現實的 如果我們再沒有這個習慣呢 它沒有燒爐 這東西永遠是 變成了歷史 我們只能看到這些東西 免壞過去 奉胡壽永 那這個呢 又是賀壽 但是這個賀壽 你旁邊呢 看到 是嗎 那些花來的 八仙 我現在看到的八仙 我看這個資料呢 這個是冥壽的賀牌 什麼叫冥壽 就是這個主人家已經不在了 他仍然給了一個壽牌給他 那就是說 送禮人呢 是很重視這個大家庭 走了這個太夫人呢 或者這個老人家呢 都給了一個壽牌的賀明壽 那當然了 這個是一個歷史來的 現在呢 我們未必做這件事 在幾十年前 我們中國人仍然賀壽 賀什麼呢 雙壽牌 雙壽什麼意思呢 老公老婆同樣賀他 就是現在呢 兩夫婦呢 那個先生哪天生日你才被賀他 不會賀他的太太 除非他夫婦同年同日 就是同月同日你就賀他 但是以前不是的 以前可以隆重到呢 就是說 賀兩對夫婦主人格 那個雙壽牌 那當然在那四次真言裏面呢 反映到出來 就是我亂舉個例子 比如奉戶同壽 舉例子 寫著一個同壽 這樣就表示 就是那個老爺奶奶 都是從養長命 甚至什麼 賀三個人 怎麼會賀三個人呢 因為老爺有原配 也有個妾侍 三個人一起賀 有這樣的牌子 好 好了 婚 結婚 君子佳佬 君子佳佬 君子佳佬這個牌 誰寫呢 我又叫阿唐 他又叫阿唐 他又叫阿唐 自己清代一個名將 是吧 他這個故事或者在座的朋友聽過 他有朋友傳給我聽的 左中堂有一次 帶兵經過一個鄉村 看到那個鄉村 那間屋上 有一個廳堂 怕了一個牌匾 中國第一騎手 寫這個牌匾 中國第一騎手 嘩 左中堂一看到 為什麼這個人那麼牙策 因為左中堂本身下棋很厲害 他說 哇 你說你自己是中國第一騎手 雖然我現在是高官 都不行 我一定要挑戰你 那我坐下 就和這個鄉村的主人家下棋 抓了三門棋 左中堂贏了 那左中堂臨走就告訴他 拆你招牌 麻煩你這個牌匾拿下來 他擺明我贏 那我就說好 於是左中堂 就這個差事走了 其實左中堂那次 就是一個公務要遠行 回頭 再經過這個村 見到這間屋 見到這個主人家 中國第一騎手的牌 仍然跨在那裡 嘩 粵劇所謂 叫他 馬上抓住他 你輸了三門棋給我 你還是中國第一騎手 他說 是的 我中國第一騎手 你不服他嗎 再抓 三門贏回左中堂 左中堂說 是的 你真的很厲害 上次你輸給我 啊 上次我知道你大兵 我贏你 打擊你信心 所以 我就讓你贏了 哦 因此 你贏了我 中國第一大騎手 你自然信心爆棚 所以這次你遠征 去新疆 打贏仗 你回頭 無關重要的 我出這個本來 你輸給我 那我做中堂 服了 做人 最重要 不是去贏人 最重要 你知道什麼時機去讓人 是怎樣去贏人 怎樣去輸給人 嘩 這個才是最高 所以這個中國第一騎手 他是可以贏 但我是不想贏你 我什麼時候贏你由我掌握 我什麼時候輸給你由我掌握 這件事才是第一騎手 所以左中堂學了這套東西 佩服佩服 所以這個故事就告訴他 這個牌匾是永恆的 所以中國第一大騎手 仍然在這裏 左中堂變為中國 清代一代名將 受人敬仰 就是因為他學到這套東西 何時贏何時輸 所以我讓某人懷財不如 我知道何時是懷財不如 何時才可以 要需要韜光養晦 何時呢 我就會走出去維多利公園 去發表謀論 去參選議員 投我的票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我沒聲音 沒有氣 打開 打開 谢谢大家